到最近的最新的讯息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呢 因为财务困窘的关系最近传出了要出售台湾的南山人寿保险公司 根据了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 AIG目前开价20到25亿美元出售南山人寿 不过台湾的其他人寿保险公司对南山的兴趣似乎不太大 而AIG的另一个选项则是可能会采公开募股的方式来出托股权 目前已经委托摩根·史坦利来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而这个南山人寿今年三月底的账面价值估计在新台币870亿元左右 相当于26亿4000万美元 如果顺利卖出的话将能够帮助AIG偿还部分来自政府的千亿元的贷款